在当主播或者当记者的时候 你主跑什么线 我本身是跑财经跟政治 因为我对这种议题比较喜欢 对 就很喜欢跑财经啊 政治等等的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 刚好因为我跑的线都是还比较大 比如像财经的话 那时候是跑鸿海啊 或台积电这样子的公司 包含就是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刚刚开始小菜鸟的时候 就是接到刚好王永庆 他在海外过世 然后又回到台湾 他的墓园是在一个山区 他们的一个山区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守着他们 要拍到他们的脸啊 或是哭泣的样子 但就黑头车来来去去 就一直拍不到 然后长官又一直说 不行 你一定要拍到 因为这画面 你在拍不就交给摄影记者去就好了吗 没有 但你要帮他想办法 因为摄影机其实他们 他们其实摄影师也很辛苦 他们拿得及 所以你要一直帮他们想办法 然后长官就电话一直来 就说 现在什么别家拍不到 你一定要拍到独家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早六七点就要去守 然后就会发现有一些婆婆妈妈 或是阿公他们 就会突然间就是登山客的装扮 就去爬山 因为他们其实是山区 那他有开放给当地的人 可以去爬山 然后我就想说太好了 我就妈跟我摄影师说 明天请你打扮成登山客的样子 然后他就说要干嘛 我说我们要去爬山 所以我们隔一天呢 我就跟他两个人 就是真的就是戴那种帽子 袖套啊什么什么 然后就背一个登山包包 他把机器装在包包里面 然后我们就假装是登山客 然后这样经过 然后旁边就还是一整排的摄影师 记者跟我们讨厌 然后每个人就看我们的头发一样 就想说不是红黎恩吗 然后我就跟我摄影师这样子 然后就慢慢这样假装登山客 然后当然警卫就不查 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 所以就放我们放行 结果媒体就只有你们这一组进去了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利用别的房子 但是也是远远的啦 就是远远的就拍到 那你们有不一样的角度了 对 就边跟别人不一样 嘿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赶快按这里哦 按订阅 订阅 小铃铛按下去哦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